当然 今天做第一道家常菜还没看过你 还得再做一道 好 打算给大家做一道什么 下面呢 给大家说一道呢 也是大家经常爱吃的啊 经常见到的什么呢 香菇焖鸡块 香菇焖鸡块 没错 这个香菇焖鸡块听起来就是跟那个我们常吃的那个东北的小绝度模糊 很有点那个相同的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菜的卫形和菜的形式做法都是不一样 那怎么做 怎么把这香菇味渗透到鸡肉里面 让那个鸡肉的鲜味也渗透到香菇里面去 马上就教你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期时代 我是大嘴 继续呢 是糖厨种烹饪美食 现在那话说得好好 说这个吃四条腿的 不如吃两条腿的 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 这是一条腿的 这个绝对是一条腿 但是如果鸡形的话肯定也有两条腿的 就是 也有两条腿的 但我相信一条腿的蘑菇呢 我们今天选的香菇 尤其是这个鲜香菇您是有理由的 一定要用鲜香菇吗 其实这道菜是比较快速成熟的 那么鲜香菇吃起来口感跟干香菇完全是两种味道 而且现在鲜香菇在市场上随处你可以买得到 最关键一点是我个人觉得鲜香菇咬在嘴巴里面 它会比那个干香菇更嫩一点 就是更滑 然后干嫩的它味儿会比它足 没错 各有千秋吧 而且它是两种味道 就是 它就是两种味道 那个时候讲 就是很沉淀的那种香菇味 而这个呢是很鲜美的那种 像舀肉一样 是不是 好了 这是香菇 您还需要依然是去了骨的鸡腿肉 所以你看了大嘴 这一期呢 其实我们在跟大家做的全是鸡肉方面的菜 对 我觉得现在吃鸡肉很好 没错 而且是便捷 而且从我们这个饮食角度来说呢 适量多吃一点的身体健康状况也非常好 其实我们在市场买的香菇呢 尽量要买那么多不开散的 不开散的 对 这样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 这样子的 对对对 这样的基本上像里边这不要开的最好 OK 然后呢 因为这洗已经洗破了 这是一个不开散的 香菇呢 大家习惯在家可能觉得根很硬 是吧 就这个位置 很抛一咬 大家能想到就这个位置 是不是 但是呢 跟大家可能讲 大队也知道 香菇的根的营养价值 要比它这个上面这个帽的地方要营养高的高 因为它是香菇多糖的负极地 没错没错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今天要吃这个香菇根吗 一定要吃 但是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技巧的加工方法 现在就教 没错 好 来我们看一看 怎么把这个比较难咬 比较这个柴口的香菇根给它变成好味道 首先呢 我们把这香菇用刀啊 给它剔出来 先剔出来 这一个一个的现在都去着根了 这是香菇的伞 大家都知道这个香菇啊 其实现在是一只非常好的保健食品 菌类嘛 对啊 它对这个糖尿病啊 包括一些高血压啊 都有好处 尤其是预防癌症 对 辅助治疗非常有好处 平时我们在吃香菇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香菇的根口感不是很好 大厨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香菇根切下来以后 再切成小片 炒到菜里面的时候 口感非常好 香菇根切好以后 再将香菇切成大块 青红椒切块 鸡腿切大块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啊 腌一下底味 提前腌的话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之前把它处理一下 基本上我们腌五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提前小腌一下 加点这是鲜味酱油 对 鲜味酱油可以 适量就可以 好 一点点 对 两个水料酒 这个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会儿啊 这鸡肉的编制的过程中呢 让它增香 而且颜色也好看 然后呢 去腥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上劲 就这么一点 对 因为我们是烧菜嘛 我们烧菜一会儿 有很多汤汁会渗透到这个原材料 那我想说就这么简单的调味 我们提前腌它会不会有点 就是没必要 我们在锅里面也能完成这个 有必要 你在锅里放的酱油 跟它放的原材料不一样 当我们下锅在煸炒的时候呢 第一 它的颜色好看 第二点 它的香味要比 你在锅里煸在酱油 是两种味道的 就是它这样子会更好的 入酱油那种味道 对 对 对 香味会更浓郁在这肉里 好 那这个活我来做 好 这样子一直一个放下来搅 然后锅里面我们可以起步 再开始准备去扁它了 没错 是不是 大家看到就这样子 整个通过你的搅动 提前五分钟之后 之前把它处理 有一些酱油啊 包括料酒的味道 就顺度到鸡腿里面去了 锅热的时候呢 我们在锅里倒适量的花生油 好 这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是 可以搁那了 好 放在一边 对 小腌它一下 好了 油热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鸡块啊 向锅里去煸炒它 先炒鸡块 对对 然后还有的有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做这些菜 会把这个鸡腿飞水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直接这么煸炒之后呢 使这肉呢 更有弹性质变的 更加鲜嫩 而且我个人觉得 有一些像鸡肉 或者像动物性的食材 它焯完水之后 它会不香 没错 有这种生炒的味道 反而会很好吃 你看 像生炒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靠油的过程 对 我们煸到什么样呢 一会儿你看 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啊 煸到表面已经发黄啊 焦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才只是一微微起皱 其实它的肉还没有达到那种 没错 行 现在你看 颜色啊已经开始上色了 这个颜色上的呢 它是就是焦黄色 焦红色 你看就有点红 现在你看可以了 这时候呢我们干嘛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 干辣椒段放进几个 直接就在锅里面就爆了 对 这个辣度呢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我们就放多少 好 对 这辣椒呢 让它煸的呢 也是略略的有一点上色就可以 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能点到这样 如果你太久的话反而老了 没错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葱姜蒜放进来了 一会儿喝炒 少放那么一点黄酱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黄酱 大家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 平时吃的那个豆沙馅是不是 对 它这个黄酱也是豆瓣酱吧 是不是 或者是干黄酱 干黄酱 这个湿黄酱干黄酱都可以 零管理我们在家放 这个黄酱一般都要来做什么呢 一般的情况我们做一些烧菜啊 炖菜 或酱的一些肉类菜都可以放一些 还有一个做老北京炸酱面 要离不开的这个黄酱 所以老北京炸的面 它是很多酱调的 对 这是其中的一种 黄酱 对 这样之后呢 我们把这黄酱呢 跟这肉呢 你看一块呢 慢慢的给它煸一煸 香味出来了 我记忆里面啊 这个妈妈辈的人做很多辣椒酱 他会用这个黄酱配着 他会调中国的口味 调中国口味 对 大家可以看 现在把酱油煸完之后呢 很香浓 然后呢 挂在原材料上了 呃 我们这两个左右的鸡腿啊 今天用的黄酱的量啊 大概这个汤匙 呃 大半个汤匙左右 不能太多 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菇味可以放进来了 这时候才放 先放香菇根 对 我们边炒一下呢 也出香味 对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真好 对 一会我要特别尝尝这香菇根 这种改刀方法 还能不能吃出来那种 像草根一样那种比较粗糙的质地了 如果没有的话 恰巧是好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放酱油了 放入鲜酱油 好 一汤匙左右 对 然后料酒 这个 其实我们这段给这个调味主要是等了一会儿的鲜香菇了是吧 没错 现在可以 鲜香菇放锅里 因为我们鸡腿里面已经调过酱油和料酒了 对 所以说你这时候的量不用太多 这样之后呢 我们把它稍微的炒一炒 为了这颜色更加红量呢 我们还可以放一点老抽 老抽是增色 对 颜色比较红量 半小勺左右 对 可以 这样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开水 加入跟那个香菇一平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对对 这也可以 千万不能加太多 太多的话就变成一个炖菜了 没错 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葡萄泡碗还属于是烧它 去焖它 烧焖 好 然后又把它汤汁闷进入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这就根据我们的口味啊 可能爱吃甜一点的稍微多加一点 如果爱吃这个口味清淡一点的 可以少加一点点糖也没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个烧焖的菜加点糖呢 它会特别特别增那个鲜味 会特别增香的 对颜色也很亮 对 嗯 开锅之后呢我们给它关成小火 小火慢慢的 加上盖对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关小火之后多久才能吃到 一般的话我们焖五分钟 五分钟 小火焖五分钟就可以 好 我相信你做这菜的时候啊 满屋子就会飘出来你最熟悉的家里面最温馨的最幸福的味道 厨房里面飘出来的有那个鸡肉和香菇晦气的那种鲜美味 哇 整个屋子飘香 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其实可以下饭啊 可以下酒都可以 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没错 所以说我们现在等它一下 五分钟之后我们来品尝一下非常好吃的香菇焖鸡块 香菇焖鸡块加入水以后在锅中焖至五分钟 汤汁就融合到香菇和鸡腿中了 准备收汁出锅就可以品尝了 大队您看这菜已经焖了五分钟了 现在焖这五分钟对我们来说是煎熬 因为它的味道太香了 这样之后你看汤汁都很浓了 对 我们把这个青红彩椒放进来 您知道我 我觉得吃这菜很多朋友想说 肯定就只用筷子就行了 我觉得不成 一定都有勺子 万一那个汤汁放一上 或者是配着馒头上 特别好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青蒜也放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一点火 这个一定要出锅之前放吗 对对对 青蒜也是 对对对 这个青蒜一受热它就熟了 而且的味道非常好 加上这菜子你看 我们稍微的再这么加热一分钟 这些菜刚才在没加热 几个颜色鲜艳的小配料之前 还只是红亮的感觉 对 现在看起来很冰分了是不是 是吧 很好 看着很油亮 就是 也不用勾芡这道菜 这非常漂亮 不用勾芡 对 因为它做汁收得很好 你看我说了吧 它那个汁啊 虽说不多 但是那个汁里面的味肯定特足 所以说千万千万要推荐这种吃法 就是把它铺在米饭上面 挖一口米饭再吃一口鸡块 而且我们吃这道菜 你不用担心啃骨头那个麻烦事 一口挖一口 一块香菇 一块鸡 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 我觉得这香菇比这个鸡块还要好吃 很香滑 吃就有口感 是吧 滑是它的口感 香里面是很复合的 像我说的有鸡肉的味道 又有香菇本身的味道 我刚才有咬到香菇根 我觉得吧 是吧 而且非常好吃 真的希望这道菜呢 也带给你一个好的胃口 这种菜我觉得在家里面做最合适 不过在什么地方 做法简单不复杂 不过油又清淡 然后您看着它红色亮亮的 又觉得味很足 所以在家里面推荐给您试试看 我是大嘴